近日,职业选手刺痛开启全网发育录挑战赛 邀请了一批绝活哥,还有一批国服发育录 都是在射手里面造诣很深的主播 目前刺痛已经站上了葛迷你 口袋,睡神,还有小李,好取四连胜 下面这局就是刺痛与123段国服发育录小李的详细解说 看一看职业选手是如何拿捏国服发育录八国服主播小李的 这第一局solo的同孙林 开局一个小技巧,先买鞋多走几米 然后在15秒内,原价卖掉 这个细节很多高手都爱这么干 两边都是先买双草鞋,然后换成小护甲 刺痛分享了阿里solo的技巧 就是在一集的时候,不要锁,直接干 其实阿里就多的就看一集了 一集打过就打过的,说什么 大多数都是这样 我一集是不会锁的,拼命吧 这一集两边对比,很明显刺痛没有点过 接下来刺痛也只好在塔下猥琐发育 将近三分钟的时候,小李战友血量优势 想要越塔强杀刺痛 刺痛找准时机 反打小李,把小李打成残血 残血的小李赶紧往下跑 刺痛追上去,二技能收下小李 拿到一血 虽然刺痛拿到了一血 但是后面的几波,小李一直占有优势 毕竟小李也是国伏发预录寻手 五分多钟的交手,小李击杀刺痛 刺痛仅差了一个平A 然后,在九分多钟的交手 小李再次击杀刺痛 看看刺痛的复活时间足以让小李拆到二打 这一局是小李的 第二局solo孙上香 要知道孙上香可是刺痛最最拿手的英雄 在职业赛场上孙上香手架EV5 拿下四连超凡 这一局双方会擦出什么样的红花 两边上来互相换血 谁脸推谁倒 这边刺痛被压了冰线 第一个河线让小李拿到 没事 后面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河线 两分多钟 双方交手 刺痛把小李打成大残 差点拿到一血 小李赶紧吃个血包 接下来就是与刺痛抢夺第二个河线 这第二个河线刺痛依旧没能够 没关系后面还我 第三个河线终于出来了 这一次得让痛子哥尝尝先了吧 没关系 拿不拿河线无关紧要 五分钟了 双方再次大打出手 一血终于爆发了 尝尝 老子他妈 我他妈不放大招就赢了 我猜 虽然刺痛先拿了一血 但是亏了一个炮车 然后双方又拉扯了七分钟之几 刺痛受不了了 直接干了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我他妈要的受不了了 我不要拉扯了 直接干了 最后双方互相操作 刺痛击败小李 这不完全就是一个老牌发育录经验 和手法上的拧压 刺痛拆掉小李二塔获胜 第三局solo马可波罗 刺痛带的召唤师技能是眩晕 而小李是闪现 马可solo最重要的是 躲掉一技能 三局下来可以看到 刺痛只有玩马可的时候 前期的压制力很强 毕竟刺痛可是国一马可 这一技能的准度明显要比小李高 有没有人知道刺痛马可 在职业赛场上拿过五杀 知道的扣一 不知道的打不知道 这一局刺痛是很容易的 就拿到了和线 不像第二局 是一个都没有拿到 这一局医学爆发也很快 二级双方就互相换血 最后又是一换一 刺痛先拿到一起 刺痛先升到四级 在小李还没有升到四级的时候 刺痛大招打弹小李 气势非常凶 等到小李四级的时候 同样还了刺痛一个大招 外加一个神线 然后四分多钟换血 刺痛被小李消耗 血量半血 接下来也只好再打下清闭 我好像亏死了 刺痛以半血的状态 停了半分钟后 这边回家 没想到被小李给偷了 刺痛决定不回家了 吃个血包还能顶一顶 然后双方兵线交战 小李见面又是大招 刺痛血量又回到半血状态 这一次刺痛成功回程不满血 然后回到线上 曹李蹲一手小李 大招预备 但是小李的预判也很准 刺痛躲了小李一技能 二技能追上去 逼出小李大招 八分半 刺痛成功预判到小李的位置 小李一技能 一个没中 刺痛追上去击杀小李 随后刺痛推掉一塔 下面只要刺痛 再拿一个人头 或者再推掉二塔就获胜了 现在看来胜利 已经向刺痛招手了 等到兵线一到 刺痛狂点二塔 眼看就要点掉了 小李大招冲出来 不过被刺痛躲掉了 随后刺痛反打 连人带塔一块拿下 刺痛就这样击败小李 看看刺痛现在的状态 真的已经不输当年了 接下来刺痛下一个对手 同样也是 博浮发预录选手故事 这里就是东西 哇塞 赢家 另外还有个给评论区 射手玩家的福利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强 可以比肩职业和主播 去关注刺痛直播 等刺痛你嘉宾solo玩 会邀请一些谁有进行solo 赢者会有500大洋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